今天講講我的面孟症 我差不多二十多歲才知道自己有面孟症 我從幼稚園一直到小學中學 讀同一間學校同一班書友 然後讀大學讀大學就不太上學 外國人都不太認得人 認識來認識去都是那堆人 你怎會知道自己面孟症呢 更奇怪 我大學畢業 你知道我想做甚麼嗎 我想做警察 幸好他不聘請我 因為如果你有面孟症 你怎可以做警察 你捉錯人 所以上天又知道 認識我多過我 所以我經常說 知己之皮百戰百勝 就是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真的完全不認識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想想想做的事 完全都可能是錯的 面孟症其實是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好像當時的亞視做節目 那時候有兩個白髮人 一個是胡樹瑜 另外一個像是做編劇的 我都不記得他的名字 對我來說是好像這樣 他兩個發生的事我就搞亂了 訪問的時候就問錯了一些東西 其實那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不要知道自己有面孟症 那個面孟症越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你越認識的人越多 你越來越搞不定 話說有一次 那時候我回電台 那時候我回那個節目叫做 人約王婚後 或者是後來的每當晚飯時 回六、七點鐘的時間 上班、下班的時候 都陰陰天 話說 我在電台的car park 突然間有一個很漂亮的炮車 然後呢 有個女人呢 哎呀 向我插手 我看了 旁邊還有 整個car park好像只有我 那我就指一下 我? 那她就 那我想一下 未必那些嘉賓 想問一下應該拍車去哪裡 或者是什麼 於是呢 我發聲地走去 打算幫那個嘉賓 那她就呃 這樣 很有型 喂 有沒有搞錯 你不認得我嗎 這樣 我說 呃 她就說 你去死吧 我問 你昨天才在我家打麻將 蛤? 昨天才在我家打麻將? 為什麼 一個美女 一輛跑車 摔下化妝妝 然後我昨天去哪個家打麻將 我昨天明明去鄺美雲打麻將 當時鄺美雲住在尖沙咀 一個很漂亮的屋子 我明明去她打麻將 咦? 這個鄺美雲? 她說 有沒有搞錯? 我是Cally 我問 哇 真的化妝和不化妝是兩個樣子 我當時衝口而出 其實不是的 當日我去她打麻將 她穿T恤 穿牛仔褲 沒有化妝 都是美女一個 但是對我來說 金小姐最討厭我看電影 我經常都說 這個是誰? 那個是誰? 金小姐說 這個也是這個 這個也是她的老婆 我說她又認識了一個新女朋友 不是不是 她換了一件衣服 剪了一件頭髮 看電影對我來說 我都很難去知道 了解這個劇情 這個是鄺美雲 話說又到幾年後 然後我老朋友生日 一定不知什麼 張國榮 如是者 她就去Grant High 就擺了四位 我突然說 我隔壁那個 我說 喂 隔壁那個 是不是我們認識的? 我說 很熟練 不打招呼 好像很尷尬 我朋友 反眼反腦 反完一次 再反一次 他說 阿蘇 那位是全香港人認識 是你不認得的 那位是陳寶珠 那位是陳寶珠 即是陳寶珠 我又不認得 好了 這樣也不算 話說 Jockey Club 就請我去辦獎 有些辦獎嘉賓 拿獎嘉賓 坐在附近 突然間 有個男人 矮矮的 走進來 很客氣 和我打個招呼 坐在我旁邊 如是 我就笑一下 我想一下 大家坐在旁邊 好像不說話 好像不太好 我就說 你騎嗎? 你練馬師嗎? 因為他矮矮的 你明白嗎? 那Jockey Club 那做甚麼呢? 是他來獎 是練馬師 還是騎師呢? 就是這樣 他說 不是 我是演戲的 演戲? 我不認識他 就是這樣 好… 你知道這是誰嗎? 這是印子彈 我要打十個 對我來說 神經病 話說 有一次 又在跑馬地 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聊聊 突然間有個年輕人 光頭 然後有三、四個年輕人 走進來 他經過我的桌子 這個年輕人很有禮貌 我想 這個年輕人很有禮貌 或者是粉絲 他走進去 我繼續跟朋友聊聊 我們聊了很久 聊公事 然後 那個年輕人和朋友 喝完飲料 從裡面走進去 出門口 就是這樣 經過我的桌子 他又很有禮貌 說再見 然後我就覺得 粉絲很少會這樣 莫非我認識他 我就說 喂?我認識你嗎? 他回頭 又沒有說話 沒有出聲 只是笑一下 打招呼 他整班 他媽媽 拒勢太保 又走出門口 然後 我的朋友 就告訴我 阿蘇 那個 是你經常見到他媽媽 經常見到他爸爸 你經常跟他媽媽和他爸爸玩的 他是謝霆鋒 謝霆鋒我又不認得 好了 到了 過了一年半載 我們又去吃飯 謝霆鋒有份 這次 金小姐害怕到 阿蘇 那個是謝霆鋒 然後 你記住 他就是穿著這件衣服 你不要承認他的樣子 你承認他的衣服 他是謝霆鋒 那你說 是不是人呢 真的很有趣 很公道 例如我講話 我想我講話都可以 但是 那隻眼 又認不到人 這個 不是 只是我的一個問題 其實 原來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老冠廷也是這樣的 我另外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這個朋友 叫做蘇眉 那就好了 第二次 老遠 看到蘇眉 他經常記得 哎呀 他是條魚 他是條魚 那個名字 什麼呢 那時候 已經來到 他就說 青衣 這樣 蘇眉變青衣 不是 不是 他會 有 他會 好難 他就說 他不能在家裡 有